是否很有大自然 很有鳥羽花香的感覺呢 還有少許隱世的感覺 告訴大家這裡還有一間幼稚園 就是寶良局珍惜如幼稚園 是否很有大自然的感覺呢 告訴大家他們還好注重科技 所以將科技融入在課程當中 而且還好注重商譽教育 不如這樣馬上帶大家進去看看 我先分享為何我會把IB的圓酥 放入校本課程裏面 我曾經有幸協助寶良局 開辦寶良局首間以IB為本的國際幼稚園 IB都有很多可取的學習特質 所以我也想把這些元素 融入在真心幼幼稚園當中 同時大家很多時都感覺 開辦IB的課程都是一些貴族的學校 所以我也希望打破這個傳統 希望可以將這些教育策略 不限地區、不限語言、不限環境 去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學校非常注重小朋友兩文三月的發展 所以我們推行了以IB為藍本的商語課程 由一位本地老師和一位外籍老師擔任班主任 為小朋友創造50%廣東話和50%的英語學習環境 在這麼自然的環境下學習英語 就可以為小朋友打好更好的英語基礎 因為真心幼在下午班有推行IB為本的課程 我記得有個小朋友拿了雞蛋花回來 每一天都拿回來送給同學仔 然後老師就覺得挺有趣 所以老師就覺得可以成為一個題材去教導他們 就由研究雞蛋花怎樣成長 怎樣種了些花出來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挺好的 我們其實學校都用很多不同的科技元素 加入我們的學習當中 例如我們學校都運用一個叫做 多元智能互動學習地板 進行學習的 其實我們就會將一些比較沉悶的概念 做成一些體感的遊戲 讓小朋友不是坐在這裡學習的 是一起玩著學習的 其次我們都在課月的時間 讓學生接觸機械人的編程課程 我們更加有學生參加過 國際性的機械人編程比賽 當時學生都可以在學習到知識之外 亦都可以將它實踐出來 你好 你叫甚麼名字 李景俊 景俊 你好 你呢 你呢 你叫甚麼名字 高耳程 高耳程 你好 今天我來這裡好像有些東西跳一下 知道嗎 後面好像… 跳琴 是嗎 後面有個琴 你懂不懂嗎 你懂 你懂 可不可以跳來看看 準備一二三教我怎麼跳 你們最喜歡玩甚麼 一陣子 那就好了 我們馬上去玩了 YOW GO 我們這個課程特色 就是著重學生運用他們自己的母語 和不同的國際語言進行學習 一般他們都會用英文 或者普通話等等 好像我們有一個日籍的學生 其實我們都鼓勵他用日語學習 而我們的老師 亦都可以配合他相對的語言學習 你們覺得學生運用的活動 有什麼利用的活動 對 孩子們都可以接觸到不同的孩子 成長的姿勢 所以非常利用的活動 其實我呢 過去三年都是一個PTA的學生 我PTA的學生 學到很多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家裡教的方法 和這裡保倫局教的方法很不同 我們就會惡些 來到這裡我看到其實老師很溫柔 很體切地教他們 那我就學到很多東西 這裡 Hello 你叫什麼名字? 梁天羽 你呢? 是梨梨 Hello 你們好 我想問你們喜歡花嗎? 喜歡 你喜歡什麼花? 什麼顏色的花? 什麼顏色? 粉紅色 粉紅色 你呢? 粉紅色 我也喜歡粉紅色 不如這樣 我們一起去淋花淋植植物 好嗎? 好 現在馬上去好不好? 好 出發 好 好 好 因為陳校長音樂造藝很高 他自己本身主修鋼琴和樹琴 樹琴很多時候給人一種感覺 都是很高級 或者是需要很高昂的費用 才可以學習到的一種興趣 我們很希望天水圍區的小朋友 都有機會可以接觸到這種樂器 所以我們就特設樹琴校隊 希望讓我們的小朋友 可以免費學習到彈奏樹琴 校隊方面 我們會有樹琴校隊 乒乓球校隊 合唱團 跳舞隊等等 而課外活動都很多元化 我們有Kpop Phonics All-Show 沉浸式英語 跆拳道等等 相信家長都可以從中 幫到小朋友找到他們的興趣 以及發掘他們的潛能 補糧局不僅是幼稚園 還有小學 在幼小同盟裏 小學生更加可以幫助到幼稚園的同學 令到他們更加容易融合 和適應小學的生活 最近她加入了音樂交易活動 我完全不知道哪些音樂 她說是一首歌 非常高 如果我們會去行動 我們會知道 這件事是新的 我可以學習 我都很高興 今天很開心來到寶良局真星幼幼稚園 一進來感覺到這間學校充滿了很多預警上的學習 原來校長告訴我們 這間學校有五個語言的小朋友 都在不斷交流互相穿梭 原來根據很多研究發現 六歲前的小朋友如果同一時間 可以學八種多角的語言 試想想如果你的小朋友入到這間學校 會否在過程中提升到他們的語言區域 甚至乎社交的發展 第二件事進來感覺到 這間學校充滿著很多場景上的佈置 原來這些沉浸式場景的學習 會令到小朋友更加提升他們學習的興趣和內拘力 試想想如果一個小朋友入到這麼多不同的場景 包括他們的樹屋、生態上的教育 甚至原來這間學校在外面有很多大自然的環境 原來這樣小朋友會提升很多 生命上的關愛感和同理心 最後我也感受到這間學校 會結合很多人工智能和科技上的發展 令到小朋友可以在同一時間提升他們 二一世紀具備的品格和能力 所以如果你很想了解更多的學校資訊 歡迎你擊以下條link 你會了解更多的